在Canva裡面會有非常多的應用程式 而這期影片會推薦給你六個非常好用的Canva裡面的應用程式 使用它們可以幫助你去創建出更加吸引觀眾的社交媒體內容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以及網絡推薦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誰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第一個應用程式它是Easy Reflections 像我進入到設計裡面了 我可以在左邊找到應用程式 然後就可以找到這個應用程式Easy Reflections 它的標誌是這樣子的 它能夠幫助你去快速給一個物體創建一個倒影 我可以選這個Creative Reflection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我選了這個物體之後 它就有這樣子的倒影了 你可以選擇它的位置 比如說向下的、向上的、向左的以及向右的 這裡面向下的是比較適合的 在底下可以選擇它的偏移程度 然後可以選擇這倒影它的透明度 在完成之後可以選這個Add to Design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有創建一個這樣的倒影了 我可以挪動它位置 挪動到這裡底下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大小 現在你可以看到我這瓶香水它就倒影了 在你做產品廣告的時候 這樣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我這裡面可以稍微調整一下透明度 選擇透明度選項 調整透明度 這樣就可以看到這倒影就更加自然了 現在應用程式叫Gradian Generator 現在有很多人喜歡用漸變顏色的形式 去加入到它的設計裡面 去讓整體的設計顯得更加豐富一些 在CAMMA應用程式裡面 我們選擇Gradian Generator 第一個就是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能夠讓你去加入五種顏色 然後去把這五種顏色變成一種漸變顏色的集合 你可以選擇每一種顏色 你可以直接點擊顏色 或者是加入一個顏色的代碼 比如說第一種顏色我選擇這種顏色 再來選擇第二種顏色 比如說是這種黃色 再選擇第三種顏色 比如說是這種紫色 再選擇第四種顏色 加入一個綠色 再選擇第五種顏色 就加入一種這種藍色 這個時候就加入了五種顏色了 當我選擇加入這五種顏色之後 我可以選擇這個Lock Color Palette 這代表它會鎖定這五種顏色 然後這個時候我選擇這個按鈕Randomize 它就會根據這五種顏色進行混合 去創建出不一樣的見面顏色效果 我就可以去看一下哪一種見面顏色我是比較喜歡的 或者是我選擇不要Lock 那麼我再選這個Randomize 它就會重新打亂這個顏色組合 這個是在你沒有特定的顏色需求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功能 是更快的能夠去幫助你去找到你喜歡的見面顏色效果的 比如說我喜歡這種見面顏色效果 然後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噪音屬性 我可以調節它的噪音點 你就可以看到會有這樣的材質了 但是我建議大家見面顏色 最好把這數字調低一些 因為通常來說你是把這種見面顏色效果去做為背景的 所以你不需要有特別多的效果 然後你可以選這個Add to Design 你就可以生成這樣的見面顏色效果了 然後可以調節它尺寸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旋轉 去調節見面顏色的位置 或者把它變得更大一些 去調節這裡面顏色的不同比例 也是可以的 這樣就能夠創建出一個見面顏色效果了 下一個應用程式叫Type Gradient 它的標誌是這樣子的 它的功能就是能夠讓你去給文字加入見面顏色 在這裡面的文字你可以輸入英文或中文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輸入了中文 這裡下你可以選擇一個不同的字體 這裡面會有很多的字體給你選擇 然後在底下會有一個不同的排列形式 這是當你有幾行文字的時候是可以續用的 比如現在我有兩行的文字 這個是靠左對齊的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按照居中對齊 又或者是按照向右對齊 然後你可以選擇文字之間它的間距 可以往右挑 這樣文字之間的間距就變大了 我可以選擇居中對齊 這底下的選項就可以讓你選擇見面顏色了 你可以選擇這個點 然後選擇不同顏色 或者是加入特定的顏色代碼 比如說可以選擇紅色 然後再選擇中間這點 選擇黃色 然後右邊這點選擇藍色 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就是效果 然後見面顏色的形式也是能夠調整的 你可以手動調整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樣的形式 然後這點移動到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界面顏色 它從左上變到右下的 這個點是可以讓你隨意的調整的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reset position 去重新調整 或者是你就選擇這樣的設計 你可以選擇add to design 下面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文字就有個界面顏色的效果了 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但是你不能夠調整它的文字信息了 下個應用程式也是和文字有關的 它叫typecraft 這個應用程式是能夠讓你的文字 進行任意的編型的 最上面你可以輸入文字的信息 在底下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樣的字體 然後底下可以選擇文字的風格 你可以選擇這個沒有漏空的風格 這裡面你可以調整一下 這個文字邊緣它的寬度 然後可以調整這個邊緣它的顏色 又或者是可以選擇這樣子的文字樣式 這個文字是有填充顏色的 並且也是有文字的外輪廓的 你可以調整文字的本身顏色 在底下你就可以對這個文字進行任意的調節了 比如說你可以做出這樣的形式 兩邊是凸起的 中間是往下凹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形式 你可以選擇reset shape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形式 你可以選擇add to design 就可以看到我這文字就做出來了 下一個應用程式它是cam wave 這個應用程式是能夠讓你創建出波浪性的元素的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波浪形式 比如說實色的形式 這個是漸變顏色的形式 然後這是線條形狀形式 今天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實色的形式 然後可以選擇它的形狀 這個是圓弧形狀的 然後這個是直角形狀的 波浪形式我們就可以選擇圓弧形狀 然後你可以選擇它有多少個波浪圖層 它默認是三個 你可以增加 也可以減少 它最大限制就是五個 然後你可以選擇顏色 你可以調整成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顏色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顏色的變換程度 往右移就是讓這個顏色的區別更加明顯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波浪的複雜程度 往右移它的波浪的複雜程度就越高 這裡下可以選擇高度的變化 我想重新來過你可以選擇這個generator gain 或者是你決定選擇這樣的設計 你可以選這個add to design 現在也可以看到 我就做出了這樣的波浪性的元素了 我是能夠任意調整大小 然後挪動它的 這樣就可以給內容去添加一個不同的元素 接下來一個應用程式叫mocups 它是能夠讓你把設計去放到一個實際的物體裡面 去更好地展示出這樣的設計的 這裡面會有不同的分類 比如說真的手機、印刷品、服裝、電腦、畫框、家庭和生活用品等等 假如說我想要更好的去展示所有的頻道 我就可以選擇這個computers 然後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樣的展示形式 我可以首先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後就可以把我youtube頻道的首頁圖片 就嵌入到這筆記本電腦裡面了 我可以選擇上傳 你可以選擇上傳檔案去上傳圖片 這裡面我已經上傳過我之前的youtube頻道首頁圖片了 所以可以選擇直接拖錄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就拖錄我youtube頻道首頁圖片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大小有點不一樣 左右還是有黑色的 我可以選擇左上角編輯 這裡面可以選擇音箱裁切 我需要選擇填滿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我這圖片就不忙我整個屏幕了 然後可以調整一下上下的位置 比如說往下移 它其他功能還有作位裁切 有不同的對齊形式 然後你可以選擇翻轉 這裡面我不做其他調整 我可以選擇這個套用變更 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筆記本電腦裡面 就有一個完整的youtube頻道首頁圖片了 這樣的展示形式就更加生動還要真實了 又或者是你做出一個海報 你想要更好的去展示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印刷品選項 然後選擇看全部 我可以選擇這樣的形式 這裡面我就上傳一個我設計的海報了 也是一樣直接脫路 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海報就有這樣的展示形式了 會選擇更加真實 如果想要快速學會 然後就使用Canva 你可以看這期60分鐘的免費教程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想到這部影片點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能夠回顧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